把它变成 csv 檔 然后呢 可以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把它放进来 并且开启的话是不能有乱码的状态 那主要就是改 应该是加两行 然后再加两个修改两个地方就 ok 了 应该有印象吧 那特别注意哦 这些东西呢 都是那个 TQC PLUS 里面那个网页截取里面 考最多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这部分清楚的话 其实就很简单了 因为它主要就是你要下载之后转存成什么格式 好像常常工作上遇到蛮多的 如果你 ok 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就是 我把刚刚部分再还原一下 其实基本上就改四个地方 我把它复原一下 基本上principe 那所以刚刚我们主要是print这个结果 但是这边的话 变成说我不是print 我这边的话呢 是应该怎么样 现在直接把它print 它是可以在下方看到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结果 中间的这个分隔符号 这些东西呢都把它全部串成一个字串的话 那第一个你要知道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就是把那个 这一行printer 因为这个标题 先把它怎么样 先把它产生一个变数 叫S S等于什么呢 我们的print这些 这不是print 而是我先把本来要print到下方的 直接丢到一个这个变数里面 先存起来 然后底下的话呢 就是逐一如一print的时候 我就讲用那个什么呢 S 怎么样 加等于 还记得吧 加等于意思说帮我串在一起 最后 那个后刮符把它举着掉 OK 就大概改这个两个地方 就是把它 本来是print 改成丢到一个变数里面去 OK 那另外还有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呢 在print本身会多一个换行 那在你的字串呢 变成如果你没有加换行 变成全部都串一起 那变成就是同一列了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在标题后面加一个反斜线N 然后呢 在这个format的这个资料这边 有没有 最后一定要加反斜线N 就是换行 OK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的话 你输出 变成说全部怎么都接在一起 因为你忘了放行这件事情 主要是因为print本身有啦 OK 好 所以这个两个地方改了 改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呢 把它写出去 那写还记得吧 我写习惯用fw 等于什么呢 open 就是我先开一个档了 去放它 那当然我用 放在根目录好了 也许我叫rent 然后点csv好了 csv OK 副档名 然后呢 逗点之后呢 把它给一个w就可以了 写出去 后面逗点记得 你就不要再加什么encoding等utf 因为不然写出utf 以cels开就变run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encoding 后面不要加 enter之后的话呢 后面加什么 fw 点什么 写出去 write s ok 特别注意哦 这个 就写出去 把什么东西写出去 s写出去 这样就好了 存档成功 ok 所以底下这两行 基本上就写什么 有点像你在sail里面 写定存新档 然后告诉他档名 然后呢 就把东西写出去 其实我觉得差异性不大 ok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最后把它 不过这个地方就不会列印了 除非你最后再多写一下 print什么 prints 否则的话 这个地方它就没有像刚刚下方会输出 所以试一下 可以print 有了 这边也会多一个档 这边就要重新整理 如果你这边没出现的话 你就是src上面按右键 把它refresh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个 advent 有没有找到了 点csv打开 看一下会不会乱码 没有乱码 这样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输出存档成一个csv 在python里面算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再做后续的应用 这个请各位试试看吧 另外顺便提一下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这个module这么多 像刚刚有同学问到就是说 那这个module我要怎么管理 基本上因为我们 在开一个project之后会自动 选择有那个什么一个package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整理的话 你可以按在project上面按右键 new有什么 特别之后new的话 请你选择要用哪一个呢 特别之后你选择的时候 记得要选择是package哦 比如说我要分类的话 你可以键package 然后再把module放进去 拖拉进去 比如说我可以找到分类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我假设我的package名称 我就取一个叫叫什么 叫叫link 叫什么叫download 或者是 比如说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我都是做有关download相关练习 假设我取一个download名称 finish 那这边的话呢 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 放错位置 应该是放在project下方 特别之后按右键都记得要 如果你放错没关系 你可以再拖拉上去 这边会有一个download的package 那你可以把你之前写的 都跟download有关的那个module 拖拉进来 你可以做分类哦 比如说不同的 你可以做不同分类 这些都跟下载有关的 那我就直接把它拖拉进去好了 不然的话每一次光 找这些module一堆 你也可以多选 多选一次丢一次丢 有没有 像我这边就把它分类一下 这样看起来就OK了 这边还有个下载漏掉了 直接把它拖拉过来放开 这样就OK了 所以它会按照那个package 来存放资料 这可能就是一个整理的方式 说明刚刚同学就是有开那个 有做了 但是他好像选错了 变成选到那个什么 选到有一个什么link 这个那变成说他一开一执行 全部都执行了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把那个 刚刚下载档案部分 再输出到CSV 然后并且做那个所谓的那个 专案的资料夹整理 其实package有点像是一个资料夹 OK 不过他这边名称就是叫package 那那个package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 从网路上下载不是有那个pike 其实pike就是网路上的package 只是说他帮你写好的放到那边 然后你把它download到你的这个python的函事库里面而已 大概差别在这边 是别人写的 这个是你写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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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